是看守期間的政務官 或者是不管看不看守 永遠都是這一群人的事務官 其實都永遠不必負責 這個就是因為全責不相符了 而且沒有問責 沒有問責以後就沒有責 沒有責任以後大家就覺得說 做錯了事情隨隨便便都沒有關係 這個就跟他們在管理食品的態度 都是一樣的 這些業者為什麼敢一而再再而三 這麼猖狂這麼囂張 因為他們在考驗政府的態度 可是看到政府說查出了蘇丹宏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這麼多年一年兩年三年四年 通通都不要緊 只要退官到公海繞一圈 重新包裝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看到政府沒在管 所以這些人看到這種狀況 他們當然敢繼續做壞事 做了壞事沒有成本沒有風險 不會被抓去官 不會被罰錢 不會賠本 他們當然敢繼續做壞事 所以整個社會變成做壞事的人就敢繼續做壞事 然後變成當官的人沒有做事也不用負責 也不會被懲處 事務官不會被懲處 政務官不用下打也不用道歉 連道歉都不用 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當然是管不好 而我們知道整個食品安全 尤其是這個進口的這些原物料 源頭管理是最重要的 源頭管理 源頭當然是在邊境 而邊境都已經抓到了 邊境他們都發現 他們平常的檢驗的頻率是抽驗5% 變成抽驗10% 抽驗20% 他還逐步升到30% 50% 他還知道說這個不行要100%的抽驗了 他還知道說100%的抽驗了 還是有這一群蕭小還是繼續進這個含有蘇丹宏 這個產品還被他們抓到 他們仍然無動於衷 然後邊境管不好流到這個下游去 流進來國內 然後流到下游去了以後才發現說 地方政府疲於奔命 老實說高雄市政府現在也疲於奔命 你上面源頭沒有管好 他現在10家人頭 他10家要下去查 10家要怎麼查 還要查驗 那我們都知道 源頭那個產品 那個東西他才驗得出來 那我們這個加工了以後 他的成分會被稀釋 稀釋成1萬分之1 2萬分之1 那當然是很難驗 那還驗得出來就表示非常嚴重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就看到說 上面源頭才是最重要的最核心 而源頭管理這一道程序已經瓦解了 才是我們整個為什麼說食安風暴和食安的管理的系統性的風險 是在這裡的 而他不只是制度上瓦解 因為政府沒有在管 政府沒有在管是因為政務官沒有感覺到怎麼樣 事務官也沒有懲處 所以才會變成今天這種狀況 老實說 因為像委員有提到說源頭管理員 但這一次精湛的這個理性負責人 他在大陸自己也有一間公司 而且他大陸就是專門去買那些原料過來 有點像是智產自銷的那種感覺 他自己弄原料 再過來再銷售到他在台灣精湛這些公司 那在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預防 或者說要怎麼樣去做控管 非常可惡的是因為我看到這個李彥廷 也就是龍海同計 就這10家公司的真正的老闆 年紀輕輕的 李彥廷他被檢察官幾十萬元交保以後走出來 電視拍到他的畫面 他是一點也沒有慚愧感 他完全都沒有覺得羞恥也不覺得慚愧 也不覺得對不起全國的所有的實用者 那他還可以這樣大搖大白的再繼續走 我看了這一幕以後 我覺得感觸良多 就是說蘇丹宏他不是像一般農藥使用過量 撒農藥的時候殘留不是 蘇丹宏是在加工的過程蓄意添加 所以一定是在工廠裡面 所以這個李彥廷是他自己蓄意添加 那沒有添加的到台灣還可以繼續添加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說他十家公司都同一個 台灣也有加工廠同一個地方出來 那他的市佔率有多高 他的市佔率在南台灣有多高 那我們知道另外一家叫寶欣 他在北台灣的市佔率也相當的高 我覺得寶欣的問題也非常嚴重 是在於我自己買到的吃進去的那一瓶不合格的 這個咖哩粉 其實他不在衛福部公告的這個批號裡面 所以業者隨便說一說 衛福部根本沒有辦法掌握到他們的上游供貨商以外 也沒有辦法掌握到他的下游流向到哪裡去 不管是業者蓄意欺瞞 還是說政府無能調查不出來 但是這都是問題 所以這到底要怎麼管 這個真的很簡單 邊境的就是邊境的要加強去管理 百分之百查驗不需要到百分之一百 其實你從平常的3%的抽驗 變成到發現不合格率很高的時候 你到10% 20% 30%的抽驗的比例的時候 你就要啟動你的預警 預判機制 你就應該要開始擴大去檢查 就開始要追 追上游 追下游 不是等到百分之一百了也沒有追 整個案件我必須要再講 非常令人痛心的是 整個案件還自始至終 還是一個檢舉案爆發的 不是百分之一百逐批查驗以後 政府主動去做的 所以這個就是關鍵就是要有政府 要有作為 要有政府做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揮件碼有額外的折扣喔 Gro極充的衝突 可是是發動了 。 點營 做好 點營 I